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新淫透視》 後面的牌,我們今天也是邪邪的 但我們在華叔中間就不敢邪視 沒錯,我們要正視 正經一點,我們是很正經的 華叔,你好 我們來的名字改得不好,怎麼叫新淫 我們都是病 這個社會有病,大家都發出新淫性 我們要將社會的問題披露出來 所以為何叫新淫透視 祝華叔,祝華叔聖誕新年都健康 聖誕快樂 華叔談談甚麼? 梓杰 我們找華叔來,當然是說民主運動 不能說你們的娛樂圈 當然 所以就想問一下華叔 你剛剛之前去澳門入境 我沒有去 你沒有去 你知道很多人都入不了境 從澳門的事件裏面 看到給香港有甚麼借鏡? 警告 有甚麼警告? 告訴我們這是甚麼事? 入境還不是很大件事 你看到現在澳門 越來越大陸化 而香港就要澳門化 你聽聽胡錦濤的講話當中 即是說香港要學澳門 快些二十三條立法 以及要行政立法司法 要互相合作 再提到政制不要爭那麼多 他提出來就要接納 其實這個即是說 你不要那麼多說話 即是要禁制香港的言論 其實那番說話 是應該說給曾蔭權聽的 但是這麼公開講 即是給香港人一個警告 所以我們要提防香港澳門化 是 香港澳門化就很大件事 大件事 即是 問題在哪裡? 你看到澳門現在最大的問題 貪污就 我看到不只是一個貪污的問題 官商勾結 你看到拍賣的地90% 都是沒有公開投票的 而政制上來講 一直都是民主的成份非常之少 直接選舉的議席是非常之少 同時你再看一看 這一次他的特首選舉 只有一個候選人 和百分之百的票數 這些都講明 澳門現在是完全不服在 中共的壓力底下 這就不是自今日此的 一二三事件是哪一年 你怎麼看 其實為什麼澳門人和香港人差那麼遠 他們連一種政治的觸覺 或者自己的看法都沒有 怎麼會變成這樣 這個呢 香港人是爭氣的 香港的公民力量是不斷不斷這樣壯大 所以有些人說 香港民政運動二十幾年沒有成績 這個不是 起碼來講頂住倒退 我們看一看03年23條的立法 當時50萬的人上街 沒錯 當時他的政府都不肯讓步 只要將23條交給立法會 但是自由黨感受到民眾壓力 他填北進退出行政會議 而自由黨在立法會的票數 完全不知道政府不夠那半數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政府才收回這23條的立法 所以香港人是爭氣的 為了自己的自由人權法治 不斷發出聲音 不斷讚出來 澳門不是的 你看澳門的民主力量是非常小 自然是頂不住這個底下 還有派錢就好像可以安撫人民一樣 澳門 這個我覺得主要不是派錢 派得多少呢 是 很多 很多 不斷地派 未來這個星期 就好像澳門有個70元拿回船飛來香港 這類派錢 也是派錢的作風 我起碼的感覺 雖然不是正式貪污 但是很有貪污的感覺 要解決問題 即是用錢收賣 不要吵 我給錢你 其實你這樣的派錢法 人是不可以靠這樣生活下去的 你看看現在澳門的就業情況 普通的平均工資等等就能看到 這樣不能夠使人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 由澳門又扯回大陸去講講 劉曉波或者馮政府的事件 先講劉曉波 之前想著澳門去表達一種釋放劉曉波等等的訴求 但劉曉波這件事其實是一個零八憲章所引發的 但零八憲章其實對中國人這件民主運動有甚麼意思 其實他怎麽害怕劉曉波呢 你怎麽看中國 其實零八憲章的言論是非常溫和 提出十九點的建議 希望中共政府能夠潛立 這十九點的建議幾乎所有文明的國家都在實行 但他都要打壓 同時這次告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除了他因為起草和簽署零八憲章之外 他另外還寫過六篇文章在網上發表 這純粹是一種言論而已 即是毫無言論自由 現在很多曾經在零八憲章上簽署過的人 在國內都受到監控 受到騷擾 所以看到這個政府可以說是非常非常虛弱 恐懼 連這麽小的聲音都說會顛覆到他的 不能容忍 可以說現在看到中國的人權狀況是怎樣的 那馮政府你探望他的情況如何 而且現在他現在完全有 只是在日本機場裏面這樣 他作了一種抗議 日本政府是讓他停留在日本 但是他不肯出機場 他不肯出機場 逢政府當時離開中國 是接受了中國政府的勸告 在一個所謂敏感時候 即是六四至十一年期間 他離開中國去到日本 這個敏感時期已經過了 但是他回到中國 八次去到上海都不讓他入境 他是一個中國公民 合法出境 現在是有正確的證件 讓他回到中國 但是不讓他回去 這個在道理上怎麼說呢 問著拿出理由 拿出法律根據 是完全沒有 只是上級指示 當時馮政府跟我說 這個是上海政府所謂 他說北京政府好像沒有出聲 他還說當時在記者知道會上 外面有人將他這件事 問外交部的法言人 外交部的法言人會怎麼回答他呢 他說這不關我部門的事 他是外交部 很典型的 所以有人勸他 不如你試試在北京入境 是不行 他說他不這樣試 因為這樣試好像一種屈服 他要堅持自己正確的原則 所以他一直都在日本的機場 在這裡已經過幾月了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的身體和精神都非常好 只是他說有一個麻煩 就沒有地方洗澡 機場 在廁所 他說只可以抹身 抹身可以洗澡 醃鹹蛋都很辛苦 其實我們香港人 或者應該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呢 我們要看他提出要求 他最近跟我們說 他那個手提電腦壞了 我們現在買一部 是托人帶給他 他有提出什麼要求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 那他的家人怎樣 他的家人 來自中國 或者有什麼意見 你都不會報道出來的 是吧 不過他告訴我們 他亦都有手提電話 可以通訊 他說他家人支持他做 是的 我們第二節回來再跟華叔聊天 我們經一些可能香港少的問題 由大陸澳門回到香港 然後